在法国巴黎登场的台湾原住民族电影日 以绿色小组的园运纪录片揭开序幕 再进入比利亚部导演的两部纪录片 彩虹的故事以及走过千年 来探讨近代原住民面临的文化冲击 最后则以电影太阳的孩子 来探讨新一代影像工作者 如何透过原住民族议题的电影 让更多人关注当代原住民族的生活现况 这些电影非常添加 非常有趣 我非常感激烈地看到 今天给大家发现 跟中国的美国的美国 电影最印象的电影是 杖尼奥杰 我喜欢他拍摄《罪独障害》 他拍摄《罪独障害》 他拍摄《罪独障害》 电影日藏由原住民议题的影片或记录 让与会的法国学者及观众 从中看见族人争取各项人权的时间历程与社会变迁 透过影片导演与观众面对面的对话 学者抛出的问题中激荡出多元观点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电影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电影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电影的观众 与人的观众 第一届巴黎台湾原住民族电影日精彩闭幕 带给现场观众相当的感动 不仅看见台湾原住民族在面对聚变环境中的生存困境 以及生命故事 也期待9月份举办的第二次影展 有更多的台湾民族议题被世界看见 原是新闻后 法国巴黎 采访报道